接下来采访一下我们刚刚染完头发的情分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 虽然我的习惯是浙江宁波,但是我从来在江西长大 所以你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哪个地方的 就浙江的,因为我们每年过年我妈都会准备一桌的菜 然后一桌的菜是有多少呢,我微博也没有啊 关注情分如意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红烧鱼 红烧鱼,红烧鱼是先放到油锅里面先煸一下 煸一下,然后等鱼皮脆了之后,然后浇上那种酱汁 然后特别好吃,然后你一筷子下去的时候,里面的肉是嫩的 然后外面是脆的,就是口感特别好 所以你平时有做饭,厨艺很自信 老韩,我做饭怎么样,好吃吗? 你还没做饭呢 这可能不是一个公司 然后除了红烧鱼还有没有其他的菜 比如说卤菜 就是卤猪肉啊,然后卤那些就是卤的很香的那种菜 那个牛肉块,特别香 是你会做还是妈妈会做 妈妈会做 我只会炒一个炒粉丝 就是我们当地有那种粉丝 就可以炒一个炒粉丝 然后加个鸡蛋,然后加点素菜 然后炒粉丝的那个油 就是鸡油 是那个 是那个鸡 就是白斩鸡 白斩鸡先煮了之后,它就会有白斩鸡的那个油 这个好吃了 好好吃 谢谢油长姐 谢谢 谢谢油长姐 然后就其他的估计 家家估估都一样吧 相信聪明的你们已经学会怎么做了 好,自己可以在家里动手坐起来 下一个问题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过年的习俗 只有有一个就是全国人民都有的习俗 就是 给押税钱或者是自己搜押税钱 比如说小时候呢 收到妈妈的押税钱呢 就是妈妈会告诉你 我帮你把钱存的 你以后想买什么 我帮你去买 这个钱我都卸了都没看的 吹妈妈 我的押税钱的钱都去哪了 这是中国时代 真的是 所有制作人已经在视频面前拍手交好了 真的是有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地的话就是 要去拜一拜 回去普陀山 就每年大年初一 就一早 你就会看到一群的人像那种 怎么说像过那个十一 在那个长城一样的那种感觉 一群人翁上那个山 祈求好运 山 祈求那个好运 就是新的一年里面会有新的 新的好的运气 对对对 那今年没有办法去了 觉得可惜吗 今年 我相信 在这里 一样会得到好运 对 有钱人制作的人我觉得 这是我的 好 谢谢我们的勤奋 好 接下来问一下我们 小超人 小超人 跟大家打个招呼 OK 那你们那边的家乡菜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啊 我要我先问我 我是哪里人吧 好的 好的 没有谢谢 卡掉 好的好的 不然的话我怎么接下去说 要不然 你就自己cue一下 自己cue一下 自己cue一下 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 温州的 浙江温州人 然后 然后 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甜食 所以在 年夜饭的时候 会比较想 喜欢吃八宝饭 八宝饭 也有 其他地方也有 但是 我我家那边是蒸着做 就是糯米 然后里面裹上八宝 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宝 反正就是八宝 是有一些什么七七八八的宝 就在走 对对对对 就一些东西 然后里面菜 然后心是豆沙 有水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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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是 蒸完之后他就糯糯的 就很甜 很好吃 很甜 喜欢吃甜食 那过年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一定要做一件 哦 这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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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人就比较 就是 大家会吃年 年夜饭 但是温州人会吃 年夜饭叫做 分碎酒 就是 就是一种酒席 然后分碎酒会吃 一吃就吃一个星期 然后他就是 可以去 比如说初一早上 初一中午开始吃 吃到初七还吃不完那种 就是 大伯二伯三伯小伯 然后家吃完 然后走妈妈那边 然后大姨二姨舅 什么 有的美的 然后就是这样吃起 我是知道 我是知道温州 是每个餐馆 它的那个菜 过年了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 你们那时候吃鱼 就基本上全是海鲜 然后凉菜 对 然后 然后就是 会拿那个红色的别装 然后白白白就去吃 对对对对 然后 应该十个凉菜 然后 有些比较有十二个也有 然后就是比较 显得富贵 然后要吃不完 那样才 寓意着一个好兆头 就是年年有余 对对对对 它会丢掉吗 不会丢掉 放到初一早上 然后当第二天 我们当着菜子去吃 不要吃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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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倡大家要 就吃光盘 对对对 光盘 节约粮食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林彦俊有没有学会 怎么节约粮食 哎 林彦俊我是听说 你之前有在 广东生活过 对对对 我之前在广州读过食 在广州 我之前是在深圳读过食 哎呦 很巧很巧 很巧很巧 所以你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广东的美食吗 因为我在广州生活的时候就是 认识很多广州本地的朋友 对 然后他们都会带我去体验 最道地的广州文化 早茶 是不是也有 对早茶 早茶 然后去逛 过年的话一定要逛花街 哎 对然后还有 要吃茶餐厅 对对对 就一些比较 道地的港式的一些文化 所以说到茶餐厅 那你最喜欢的一道年夜菜 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年夜菜是 斯瓦奶茶 斯瓦奶茶 对对对 斯瓦奶茶 对对就很好喝 所以斯瓦奶茶 奶茶也算是一个年夜菜吗 呃 我的认为就是 你过年就是 当然是开开心意去吃自己最想吃的东西 所以你吃什么都是年夜菜 对对对 然后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喝斯瓦奶茶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酷 所以新年的时候 有什么习俗 或者一定要做的事情 呃 我刚刚有提到 他们过年很喜欢去逛花街 逛花街 这个意思就是说 呃 你走到一条街上 嗯 他们不是全部卖花 没有 对没有 他们就卖玩具 变速 对然后有点像 有点像 然后那条街会很多人 一般在北京路上 对 就广州的北京路上 然后你就会逛很长的一条 然后其实也没有看到什么花 但是 他们就叫花街 对对对对 就像我们说走花路 嗯 对对对 走花路就是铺满一条花 没有啊就是 那个 一般风顺啊 对对对 走上去 就是其实是象征着好运的一个 对对 一个运气 一个好运 新的一年 对对对 然后我最近就是有 认识一个马来西亚朋友 最近吗 有 马来西亚的朋友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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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为大家用那个 你们那边的语言来打个招呼 这个听上去非常的美妙 到底什么意思呢 刚刚那句 这就是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啊 祝大家新年快乐 所以 因为在我们那里 我们马来西亚很多个种族 然后我们就会分很多个新年 就好像印度人新年 马来西亚新年 跟华人新年 所以我们的那个农历新年就这么整 然后就是 那马来西亚有什么美食 为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马来西亚美食特别特别多 我最喜欢的就是之前我在节目中 有煮过就是那个椰浆饭 就特别好吃 超级好吃 腌口水 有有有有有 还有咖喱 对对对咖喱 咖喱 绿咖喱 对 而且我们那咖喱会放椰浆下去煮 所以特别香 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吃真的 对 还有那种椰子 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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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椰子会去火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不是椰子 那你最喜欢的一道 算年夜菜吧 是什么 年夜菜其实我从小到大就特别喜欢吃我 我阿嬷煮的萝卜 萝卜的中文意思就是乳肉的意思 我阿嬷厉害到就是它有一个称号叫 萝卜阿嬷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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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萝卜阿嬷 萝卜阿嬷 对对对 好 接下来呢我们所有的小伙伴就采访完了 我最喜欢吃的一道年夜菜呢 就是 啊 永远的年夜菜 芹菜炒牛肉 然后 不吃芹菜 只吃牛肉 然后我们那边的习俗呢 是因为冬天会比较冷 所以我们会有烤火 就是会有一个火香 然后是自己去烧梅 然后外婆就会真的是去从厨房 把那种滚烫的煤拿到那个火香里面去 那我代表湖南的父老乡亲们 就是给大家用我们湖南的话 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多恰烦多困狗 好吧 然后 对其实我湖南话也忘忘记很多了 就说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 哎好 搞掉 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先首先让我们来自四川 贵州 重庆的小伙伴们用他们的家乡话 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祝全民自作人 新年快乐 勾念大气 哎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啊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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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好 接下来我们由山东的小伙伴 用家乡话为大家打个招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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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姐们啊 大家好 好 祝大家公园打击 吃好和好 好吧 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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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到我们 我们浙江温州 呃 和和 宁波 先宁波 宁波 宁波和温州的朋友 浙江这个地方呢 他的家乡话呢 是每隔三里地都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说我们两个隔得挺远的 所以完全就不一样了 但是你们会用同一个语言来跟他 才爱我感不懂吗 不是 才爱我感不懂吗 感不懂 感不懂 那你先 我先说一句 呃 有点养青吗 等一下 都打个死你快乐 都打个死你快乐 哎 新年快乐 快乐很正气很正气 好好好 接下来浙江温州的朋友啊 浙江温州的朋友 听得懂啊 我后面自己配配下那个翻译啊 打鼓囊 送你卡路 送你 左边讲多嘞 桑腿即可 这也讲 哦 然后我翻译一下 完全完全不懂 呃 祝各位全民制作人 新年快乐 然后新的一年里要裁员滚滚 然后身体健康最重要 哇 这也真的挺懂 是吧 这真的挺懂 这个真的 好 接下来我们闽南话 给大家用家长话百年 祝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共亿化宅 三 二 一 三分铁铸铁 七分铐肉拼 爱定 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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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 烧 好 谢谢 谢谢 最后我们在这里祝全民制作人们 新年快乐 狗年大吉 大吉 那